这节课咱们来讲一个就是对于时间序列 我们在一个实际的应用当中最常用的一种手段 叫做数据重彩样 先大家来解释一下 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数据重彩样是怎么一回事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份数据 那这份数据呢 可能之前的一个统计是按天进行统计的 比如说从这个17年的6月份一直统计到18年 然后持续这么一年 但是呢每一个时间点它都是这么一天 那你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说你不光想去按天去看一下数据的变化 你想啊就是说能不能通过一个月的变化来去看一下 就是整体的一个数据它变化的程度呢 这回啊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数据重彩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原来呢我们统计的一个频率啊 是一个以天为频率的 那现在呢我想给它换到一个以月为频率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啊做这样一个转换了 那在我们的数据重彩样当中啊 其实我们不光可以把这样天变成这样一个月 那其实大家可以这么想 就是说原来啊 暂时说咱们统计一年 那一年啊是有365天 那现在我想统计成月 那是不是由365个点变成了12个点啊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们数据变少了吧 那这是一个降采样的过程 那既然啊有我们的一个降采样 那肯定还有对应的一个生采样的过程 比如说现在呢 嗯我是由12个月 我统计了是12月的数据 我想啊把这12月的数据给它拉长 就是让数据点变多 由这样一个月份变成这样一个天数 这样啊咱们频率就升高了吧 所以说啊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生采样的问题 在数据参量当中啊 一会儿对啊 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样用这个Pandas啊 来完成这样一个降采样 还有生采样这个过程 嗯首先啊咱们还是啊 先生啊先就是做这样一批数据 嗯随便啊就是拿出来一批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啊就是 我使用Numpe随机生成这些数据啊 就是由咱们的一个2011年啊 1月1号啊随便指定的日期 然后呢从之前开始随便造了90个数据啊 咱们的一个frequency啊是等于D啊 以TMA单位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数据啊 那现在我的一个要做来了 就是说我要做这样一个重采样啊 重采样在Pandas当中啊 我们有一个函数叫做一个resimple 直接啊可以用这个resimple 帮我们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重采样的过程 比如说现在你不是以TN为单位吗 我想啊给它转换成以月为单位 咱们只需要就是把咱们刚才指定好的 这个time series咱们的一个时间 嗯时间周期数据啊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我们调它的一个resimple的一个方法 里边要传进来的就是说 嗯接下来你这一个转换的一个频率是什么 在这里啊我们如果说想把天转换成月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把一个m值传进去可以了 相当于是一个moth 然后呢咱们转换完之后啊 哎是不是说你这个就是原来是一天 那现在转换成一个月 咱频率降低了 那你要统计一些指标吧 你是想看就是每一个月的一个总和呢 还是想看每一个月的均值呢 这些啊就是说你要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去观察这样的数据 也需要咱们先给它指定好 比如说我现在想看一下就是嗯对于这个月份 二月份三月份来说啊 它的一个总和是等于多少啊 上面就是我随机产生的一些数据 下面呢是我随机啊 就是不是随机下面就是说直接啊 resimple完看它的一个.sum .sum啊就是说进行咱们的一个求和的操作 求和完之后啊 我就得出来当前的一个结果了 原来是有90天 那现在是不是变成三个月了 对应于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 我分别啊可以算出来 在月份上啊 它的一个总和是等多少 二月份的三月份的总和啊 分别求出来了吧 那这里呢我们来看 就是嗯当咱们在进行一个resimple的时候啊 如果说你要进行一个 就是进行一个咱们的生产 降材量的时候 当我们进行降材量的时候啊 一般也可以指定一个周期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指定一个month 不指定一个月 指定三天可不可以啊 也是可以的吧 我们来看三天你求一个和 一号四号七号 相当于啊这个一号啊 就是之前一号四号呢 相当于前面三天 七号前面三天 十号前面三天 这样我就分别把我的数据啊 又给算出来了 那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不光可以算它的一个总和 还可以算它的一个均值 就是有这样一个命值 嗯通常就是sum和和命值啊 是我们经常统计的两个指标 或者说呢 你可以自己写这样一个oply函数 然后oply里吧 怎么去计算 我们也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指定的 嗯那下面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两种方法 嗯这个降材量比较好理解 那升材量它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啊 咱们来想啊 假设说啊 现在你的一个数据 嗯是以三天为单位的 你想啊给它进行一个 就是升材量变成一个以天为单位的 那现在就是 比如说你三天为单位的 是不是说 嗯一二三 这三天是一个单位 但是呢 一是多少 二多少 三十多少 你不知道 你可能只知道这三天的一个总和 那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啊 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指定一个策略了 或者说 你只知道知道第一天的数据 而不知道第二天第三天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差值的填充了 比如说啊 对于上面的数据 我们来看 我们是每三天进行一个统计的吧 那现在我想给它进行一个升材量 让它频率增高 变成一个以天为统计的 那这个二号的数据长什么样 三号数据又长什么样 现在我们不知道吧 因为咱们的原始数据 原始的数据集当中啊 也没有这个东西吧 假设说啊 你原始数据集 就是一个以三天为单位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啊 就是啊 首先我们给它指定 就是进行一个 直接你什么都不指定的时候 我们指定这样一个 生产量的过程 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 然后爱思一下 咱们当前的一个frequency 就是当前是一个以天为单位的 现在就是什么 第一天有数据 第二天AN 第三天AN AN什么 not number吧 就是说它是一个空值 那空值情况下怎么办啊 很多情况下 空值是影响着我们的一个计算和统计的吧 在外这里呢 就是可以基于啊 一种最简单的一种差值的方法 我们来看 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有三种差值方法啊 最常用的三种 第一种啊 就是一个ffail 第二呢 是一个bfail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进行一个线性的取值 第一个就是说 当我们出现空值的时候 我可以让我的空值啊 跟前面的值是相等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啊 之前的数据 我写了一个.ffail 然后里边传进了一个1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啊 就是说我对前面的一个空值 按照它前面的值 进行了这样一个差值 原来啊 这个二号数据是没有的吧 那现在我写了一个fail 里边传进了一个1 相当于什么 对于咱们的其中的一个空值 按照它前面的那个数据 前面的那个数据啊 等于0.015 那当前啊 我计算出来的一个二号数据 也是等于一个0.015的啊 就是说 按照前面数据等于什么 我这个啊 现在不知道数据 它就等于什么 那fail里啊 咱们还可以填一个值吧 填一个1啊 相当于是我要 就是对我的一个 NOT number的值啊 进行一个值的填充 那我写个2呢 写个2就是说 把我缺失值都填充上去了吧 那这里啊 就是说 你写一个个数 相当于是 你要对多少个 这样一个缺失值 进行一个差值的填充 这是啊 咱们的一个啊 以f f啊 就是front b啊 就是指的是一个 以后值 就是说 我们可以取前面 也可以取后面 进行这样一个填充 我们再来看 当咱们指定一个b的时候 我们来看 就是这块 三号原来没数据的吧 它什么进行填充的 按它后面的数据 按四号去填充的 你也可以指定2 指定2 它就相当于是填满了 然后呢 在我们填充的时候啊 如果说 嗯 拿前面的 或者拿后面的填充啊 就有点太绝对了 我也可以啊 做这样一个线性的拟合 比如说 现在啊 我是不是有一些点 那这些点 它之前啊 是以三天为单位的 那我把这些点 连在一起 连在一体啊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做了 这样一个折线图吧 做完了这样一个折线图之后啊 我就知道了 比如说 这个1号和4号 这两个点 原来是我有的吧 把它俩之间 连成一条线 连成一条线 中间啊 就是有2号 也有3号的吧 那2号的点 对应在线上什么样位置 3号点 对应在线上什么样位置 也是可以知道的吧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啊 做这样一个线性的一个填充 先把我的点连在一起 再在我的点上呢 找这样的间隔 相等的间隔 取2号和3号的一个数据啊 再作为我的一个 时间值的一个填充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 生财量的一个策略了 生财量当中啊 我们有三种比较常用的方式 刚才大家说了 分别是咱们的一个 前后差值 还有这样一个 曲线性的一个差值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数据 重采样的一个过程啊 主要两种 降采样和生采样 主要啊 就是用我们Pandas的一个函数 叫做Resimble Resimble里指定一个操作 我们就可以帮咱们啊 完成这样一个数据 重采样的过程 重采样啊 是咱们比较应用的 多的一个内容 因为呢 在我们的数据当中啊 我们经常会按照 各种各样的频率统计吧 不同频率啊 统计出来的结果 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啊 可以多角度 多维度的去分析 我们的数据到